今天我们开始二次编辑教学 T30和T10在升级到0350固件之后 各位在调取D块之后 在我们的界面右侧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的差别 这也就是我们新的二次编辑界面 各位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 在你第一次规划D块的时候并没有这些界面 而是在你之前已经规划好 我们进行二次编辑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界面 我们来认识一下 首先打点方式你打开之后会发现有三种打点方式 分别是十字枕心 遥控器 飞行器 它们的差别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打点方式 也就是说你打的点它的信号和位置的来源是哪里 十字枕心是你移动这个十字光标到地图上所需要的位置来获得新的点 而遥控器是用遥控器来记录点 飞行器是用飞行器来打点 下面这个是点位类别 也就是你想要加出什么类型的点来 这里有几种情况 一个是边界点 一个是障碍物 一个是圆形障碍物 相信各位都很有疑惑 这些有什么差别呢 好 我们来详细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打点的方式 十字枕心 十字枕心呢 它是通过一个十字光标来对准地图上一个具体的点 所以这种打点的方式 它的精度完全取决于你地图的精度 如果是说你的地图是通过P4R PCM拍摄的高清地图 并导入到遥控器 那这种打点方式也是可以非常精准的 但是如果你的地图 它是普通的卫星地图 那它的精度是不高的 只适合用来打边界点 就不适合打那种障碍物点了 遥控器 如果你插入了RTK模块 这时候它就是RTK精度 这时候呢 精度是非常高的 适合打边界点 也适合打障碍物点 飞行器打点呢 对飞手的就是 飞行器操作技术呢 有一点的要求 但是你掌握了之后呢 可以用飞行器来打边界点 也可以用来打障碍物点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 需要打点的三种类型 首先打边界点 是什么情况才会用到呢 我需要对这个地块的形状 做出了再次编辑 比如说我要增加这个地块 这时候呢就需要你用到增加边界点 如果是说我现在的障碍物 比如说是一片树 一片树 或者是说是一些杂乱无章的 一些不需要打的区域 我这个时候呢 都可以用障碍物来圈 如果是说我现在障碍物 是一个形状规则的 比如说一根电线杆 或者是一颗铁塔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圆形障碍物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使用方式 我们如何用实质整形 来添加新的喊点呢 我们来看视频 好你看 首先呢通过移动实质光标 到你所需要的喊点的上面 然后呢点击添加 然后再次移动再次添加 各位可以看到 这整个新的地块地图呢 就已经被打出来了 在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几点的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你用这个地图的时候 尽量把这个地图拉大 这样的话 实质光标对准的位置呢 就会比较精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假如是说 你是用普通的微星定位 普通的微星地图 但这个时候呢 它的精度是不高的 这个时候呢 是建议你开启笔杖 这样的话飞行呢 会更安全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如何用遥控器 来增加原型障碍物 首先我们在这里呢 在打点方式呢 我们选择遥控器打点 然后点位类别呢 我们这里选择原型障碍物 好 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田里 发现了一颗障碍物 没有忘记规划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拿着遥控器 走到这个电线杆边上 然后呢 我们点击添加原型障碍物 然后各位看到 这个原型障碍物呢 就被添加了 而且还产生了一定的 就是障碍物边距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根据 这个障碍物的实际情况 来调整边距了 比如说 这个电线杆 只是单个一颗电线杆 没有斜拉锁 那实际上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边距 缩小一点 这样的话减少 为喷散面积 但是假如说 我们的电线杆 它有斜拉锁 这时候呢 就建议各位呢 把这个边距调大一些 保障我们作业的安全 好 这就是我们呢 如何使用遥控器 来添加障碍物的一个教学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